此次建法小组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政府官方代表 首次来红 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 我作为小组组长 我和我的组员们 我们都深感 使命是光荣的 责任是重大 我们感受到了 宏都拉斯人民的热情 和对中国和宏都拉斯建交 他们的这种美好 这种期盼和美好的愿望 于波表示 中国驻洪都拉斯使馆建管小组 在抵达洪都拉斯后 随即与洪方进行会面 并展开了各项建管筹备工作 他告诉记者 我方建管小组 在与洪都拉斯总统顾问和外长等人 在洪都拉斯总统府会面时 双方就如何推进建交后的各项工作 交换了意见 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 洪方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在此基础上 双方共同推进两国各个领域向前发展 为两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